這個空間所有的牆面都以樓核桃和數位草綠組合 要大面積使用又要同時保有和諧是這個空間的一大挑戰 25坪的新城屋有兩個大人跟一位小朋友居住 原本山房的格局並沒有做太多的調整 他們喜歡邀請客人來家裡 我們內縮了一個房間去放大中島空間的尺度 並將另一間房安排為多功能室 作為小孩遊戲與大人擺放公仔玩具收藏的地方 小主人是一個剛上小衣的女孩 我們用了30%的樓核桃配上70%的數位草綠 去創造一個同去的空間氛圍 牆壁的顏色已經是焦點了 天花板與地板就選用淺色系 局部使用小邊柱 讓整體空間再更輕盈一些 屋主很喜歡漫畫 我們把他們的喜好融入這個家 在櫃體跟牆體邊緣倒了造型虎角 就像是打開或折頁的漫畫書 色彩宅最擔心東西都看起來雜亂 我們在宮領域做了局部的封閉式櫃體 讓東西可以藏在裡面 安排了一組與壁面同色的頂天櫃 中間樓空現在放著魚缸展示 因為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在餐廳區 我們做了柔和桃的弧形中島 在這裡用餐能有溫馨的氛圍 因應他們的需求我們做了雙面收納 聚會時可以順手拿取乾貨跟餐具 一般門打開都需要回轉半徑 但為了動線的流暢度 房間都改成了隱藏拉門 門袋上就跟牆面連成一體 空間有70%是用現成家具 小孩還小他的房間就用IKEA為主 漫畫櫃也是搭配IKEA的 放滿書之後就像他們的漫畫室 很多人會擔心色彩面積大 會看起來壓迫而不敢嘗試 但其實只要抓好比例 並透過局部的修飾 也能營造舒服又寬敞的居住空間 也能營造舒服又寬敞的居住空間 要保持開的居住空間 但是要保持開的居住空間 然後可以這樣做 然後可以散開的居住空間 然後可以散開的居住空間 而且可以散開的居住空間